他們推著行李下船 睽違五年首批大陸廈門的陸客團 五號上午搭乘八點半的小三通 新五一客輪抵達金門 如今大廳大排長龍全都是大陸旅客 事實上早在今年八月三十號 大陸文旅部就宣布 引金門線名義代表參訪團請求 大陸將於近期恢復福建居民赴金門旅遊 當時並沒有公布詳細的實施時間 如今正逢大陸十一長假 廈門旅遊團率先來台 第一次來金門 採集個公園過來的 很開心 放尬 帶小孩最簡單的魚頭 八月之前來過 又好吃又好玩 然後上次沒有逛完 結果這次又來逛了 這一次老天很堅固了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根據了解 先前陸客首發團與採線團 都只有大約二十人 幾位總共有九十七位團客 與十九位自由行旅客 透過申請入境到金門旅遊 其中又以家庭出遊居多 金門觀光業注入活水 不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